高嘉瑜委員 應該是一個被嬌生冠養的千金小姐一樣 在這幾年對黨的言論 老實說他都自己自以為是 痛批同黨籍立委高嘉瑜嬌生冠養 剛呼去民進黨議員李建昌會這麼火大 就是因為這次州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 而高嘉瑜的言論在他眼中 就是在支持者的傷口上撒鹽 我們看到高委員在過去幾天 一直給人家的感覺是沾沾自喜 輕痛愁快 更讓我們的民進黨支持者 認為他在我們民進黨的這個 傷口上撒鹽 當這些側翼覺得說靠著網路 靠著媒體 可以去碾壓所有不同的聲音 你只要去出征別人 變成只有一種聲音的時候 你就認為說 全世界就只剩你一種聲音 不只是在開票當天開炮罵王軍 更在前夕局市長林這件論文事件中 預言年底大選會一失五命 有網友就在臉書上痛罵 認為高嘉瑜就是自認為清流 不能接受別人指教 也認為都在民進黨 為什麼不能在黨內批評 說高嘉瑜就是故意塑造被迫害的形象 讓民進黨失分 我建議他思考一下 也許他離開這個民進黨 讓他痛苦的民進黨 他會更為海闊天空 我會繼續努力留在民進黨 然後讓民進黨能夠更好 強調自己不會退黨 也認為民進黨能包容不同的聲音 面對前輩批評 高嘉瑜表情看來有點無奈 只能說自己心直口快 賺到了聲量 但得罪黨內同志 面對質疑恐怕還是得不偿失 環境外山派見陳一瑋 泰博動